今天是2024年1月2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本期的今日美国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盖一任哈佛大学校长半年被迫辞职 保守派不满学生反游言论持续施压 一男子闯入科州最高法院开枪 尚不清楚是否与涉特裁决有关 加州奇葩新法律 元旦生效 商场虚设 性别中立 玩具区 盐湖城机场发生离奇命案 一男子爬入飞机引擎丧生 2023热门迁居州排行榜出炉 德州蝉联最诱惑人搬家目的地 新年第一天 纽约发生严重车祸 驾驶人面临杀人未遂多项指控 福特号航母战斗群驶离中东 完成保护以色列任务后回国 1月2日下午 哈佛大学校长盖一宣布辞职 成了该校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校长 盖一在治哈佛社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和对哈佛深深的爱 写信告诉大家 我将辞去校长一职 这并非我轻易做出的决定 事实上这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因为我一直期待与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一起努力 推进对学术卓越的承诺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推动这所伟大大学发展的金石 不过该一披露 他与哈佛大学最高管理委员会协商后明白 很明显 我辞职符合哈佛的最大利益 这样我们的社区就可以在这个特殊挑战的时刻 把重点放在学校而不是任何个人身上 6个月前 盖一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 是该校历史上首位非裔校长和第二位女性校长 据哈佛大学报道 盖一宣布辞职后 成了这所长春藤学校388年历史上任职最短的校长 1月2日 哈佛大学最高管理机构 哈佛大学校董会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宣布 在寻找盖一的永久继任者期间 哈佛大学教务长加伯将担任临时校长 去年12月5日 盖一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在国会众议院接受质询时 似乎回避了是否应该惩罚那些呼吁消灭犹太人的学生问题 因此遭到了激烈批评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 麦吉尔在巨大压力下几天后被迫辞职 盖一虽然身陷危机 但是得到了哈佛大学广大教职工的支持 哈佛大学校董会经过广泛审议后宣布 一致支持他继续任职 最近几周 哈佛大学一直试图平息盖一处理校园反游问题研发的不满 此外 盖一还受到了学术抄袭的指控 亿万富翁投资者 艾克曼和保守派活动人士继续通过社交媒体 向哈佛大学施压 1月1日 保守派刊物《华盛顿自由灯塔》发表了一份未署名的投诉文章 其中提到6项针对盖一的新剽窃指控 从而加剧了这场危机 1月2日 丹佛警方披露 一名男子当天凌晨闯入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大楼 在大楼内开枪乱射 并且涉嫌纵火 随后被捕 目前尚不清楚此人是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其行为是否与政治有关 丹佛警察局发言人巴恩斯指示说 该犯罪嫌疑人是一名成年男子 而没有公布他的姓名和其他身份信息 据介绍 这名男子闯入的是卡尔科罗拉多州司法中心 他在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和科罗拉多州上诉法院所在的大楼内开了多枪 当天凌晨1点11分 丹佛警方首次接到了有关此事的报道 大约两小时后 警方逮捕了该男子 据报道 该事件始于法院大楼附近两辆车箱撞事故 一个与车祸有关的男子 用手枪指着另一个驾车人 该男子随后用枪打破司法中心东侧的一扇窗户并进入了大楼 该男子遇到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保安 用枪指着这个保安 拿走了该保安的钥匙 然后去了大楼的其他地方 包括七楼 他在那里开了更多的枪 凌晨3点 该男子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然后向警方自首 巴恩斯说 没有执法人员开枪 没有人在枪劫过程中受伤 事发后 丹佛消防队员被叫到了案发现场 因为一支执法小组在大楼内发现了正在燃烧的火焰 消防队员最终控制住了火势 司法中心 位于丹佛市中心的市政中心公园附近 当天早上6点左右 大楼外仍然可以看到警车 一个拆弹小组在检查该地区 一辆可能属于犯罪嫌疑人的汽车也在接受检查 近日 克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定 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三条的 叛乱条款 前总统特朗普没有资格竞选公职 因此命令州务卿 把特朗普的名字从该州 共和党总统初选名单上除掉 联邦调查局透露 他在与克罗拉多州的执法部门合作 调查克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法官 做出上诉裁决后遭到暴力威胁的情况 1月1日 加州一向新法律生效 该州大型零售商被要求在店内设置一个 性别中立的玩具区 根据这个新法律 在加州拥有500名或更多员工的零售百货公司 都必须在店内保持一个性别中立的部分或区域 由零售商自行决定标签 该法律规定已经拥有男孩玩具和女孩玩具专区的商店 不必取消这些专区 而是增加一个适用于任何性别儿童的玩具专区 2021年 新冠法案在州议会获得通过 然后由州长纽森签署成为法律 不遵守该法律的零售商 最初被罚款250美元 屡犯者将被罚款500美元 代表硅谷地区的加州议会华裔议员罗达伦说 一个8岁的男孩启发了他提出这项法案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个法案将帮助孩子们自由地不带偏见地表达自己 我们需要让孩子们做孩子 然而 加州家庭委员会主席凯勒对这个新法有不同意见 凯勒发表声明说 我们都应该同情那些经历 性别焦虑的人 但活动人士和州议员 无权强迫零售商接受政府批准的 有关性和性别的信息 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是完全错误的 犹他州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离奇的死亡案 1月1日 一名男子在沿湖城国际机场 爬入一架商用飞机的引擎后 不幸身亡 根据机场发布的新闻稿 该男子爬进了飞机引擎时 那架飞往旧金山的飞机还没有开始运行 警方和其他急救人员很快发现了 在喷气发动机内失去知觉的男子 但是未能救活他 严惩警察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一名法医将做尸检 已确定该男子的死因 警方称 这名男子只有30岁 在通知他的家人之前 警方没有透露他的姓名 机场官员说 调查人员后来确定 1月1日晚上接近10点的时候 该男子突破安全门跑到了机场 西跑道的南端 当时机组人员在那里给飞机除兵 机场内的一名商店经理 联系了机场控制中心的调度员 趁看到这名乘客通过了一个紧急出口 这个报告促使沿湖城警方采取了行动 警方和机场人员在停机坪区域搜索 几分钟后在一架商用飞机的发动机内 发现了这名失去知觉的男子 当时飞机正停在除兵殿上 乘客正在登机 急救人员对这名男子进行了救援 他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沿湖城警方披露 当时已经登机的乘客被带离了飞机 但机场的整体运营没有受到影响 新冠疫情期间 许多家庭选择搬家 寻找较大的居住空间或较低的生活成本 这个趋势在2023年得到了延续 北美最大搬运和仓储租赁公司 优好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2023年 东南部和西南部成了人们搬家的首选目的地 其中德克萨斯州连续第二年 被优好评为最受欢迎的搬家目的地 也是过去8年来的第6次 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中 最多人选择租单程优好车辆搬家到德州 2023年 优好统计报告收集了超过200万次 单程优好租赁客户的交易数据 并依此统计了进入一个州 与离开该州的净增长数据 例如如果你用优好从加州搬到德州 这将被视为加州有人迁出 而德州有人迁入 优好的统计报告呼应了去年公布的联邦人口普查数据 根据报告 自2022年以来 德州人口增长幅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州 2022年超过66.8万人从其他州搬到德州 同时约有49.4万人离开该州 使得德州净增加了约17.4万新居民 根据优好的数据 除了德州 佛罗里达州 北卡罗来纳州 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 也吸引了大量居民迁入 2023年 最多人迁出的州是加利福尼亚 与2022年的排名相同 这同样呼应了联邦人口普查数据 2022年 超过81.7万人离开加州 同期迁入该州的人数约为47.5万人 根据优好的报告 除了加州 其他最多人迁出的州 还有马萨诸塞州 伊利诺伊州 新泽西州和密歇根州 1月1日凌晨 纽约市曼哈顿中城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导致9人受伤 一个44岁的男子因此面临多项指控 包括杀人未遂 根据纽约警方透露 该男子名叫阿拉维 1月1日凌晨一点多 阿拉维在曼哈顿中城 第33街与第7大道交汇处的车内 与女友发生争执 路人发现他俩争吵后 向巡逻警察求助 当警察试图介入时 阿拉维驾驶黑色奔驰车逆行 沿着第7大道向北行驶逃离现场 在逃离过程中 阿拉维在C34街转向新行 行驶了几个街区 然后冲上人行道 撞上了第9大道前的一家餐馆 他先是撞了3名警察 随后撞了3个行人 最后撞上一辆餐车 导致一名39岁的女子 被困在一辆餐车下面 被警方拦截和控制之前 阿拉维还撞上了好几辆汽车 所幸无辜被卷入的人 只受到了轻微伤害 都被送到了医院 情况稳定 阿拉维伤势严重 也被送进了医院 但情况稳定 阿拉维还面临危害他人安全 非法持有管制物品 酒后驾驶等指控 1月1日 美国海军宣布 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启程回国 去年10月7日 以色列遭到哈马斯突然袭击之后 福特号航母战斗群 被部署到地中海东部 为以色列提供保护 福特号及其随行军舰离开后 将由两栖攻击舰 巴州号及其随行军舰 梅萨维德号和卡特霍尔号取代 这三艘船一直在红海 过去几天 一直在向地中海东部驶去 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 剩下的部队将包括三艘军舰 和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 提供能够支持各种任务的海基远征部队 福特号此前一直呆在地中海东部 它的随行军舰进入了红海 多次拦截从胡塞武装控制的 野门发射的弹道导弹和攻击无人机 上个月 国防部长奥斯汀还参观了福特号航母 福特号和爱森豪威尔号航母 是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期间 美国部署在该地区的两艘主要航母 凸显出美国对冲突可能扩大的担忧 爱森豪威尔号航母最近在亚丁湾附近巡逻 那里是红海航道的入口 最近几周有很多商船在那里遭到袭击 12月31日 爱森豪威尔号航母及其驱逐舰 格雷夫利号上的直升机对集装箱船 马斯基航母号发出的求救信号做出了回应 该船遭到了伊朗支持的四艘胡塞武装船的袭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 直升机做出反应后 胡塞武装用舰载武器和轻武器向他们开火 直升机还击 击沉了四艘船中的三艘并消灭了船员 胡塞武装对商船的不断袭击 迫使一些公司暂停了通过狭窄的曼德海峡的运输 曼德海峡连接的亚丁湾和红海南部 是通往苏伊士运河的重要通道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